婚礼之前,沈燕熙的青梅回国了。她纵容她撕碎我的婚纱,毁了我的婚礼。她曾说今后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却故意看她欺辱我。她问我,知道错了吗?我说知道了。我之前确实错得离谱,所以我要收回给你的一切。 我跟沈燕熙恋爱的第七年,她终于松口跟我结婚。可结婚前一个月,她的白月光回国了。她叫宋清成,人如其名,一贫一笑,倾国倾城。自从她回来,沈燕熙就变得魂不守舍。沈燕熙的朋友都在传,说宋清成回来,我就要被甩了。 我很生气,于是找人警告了几个碎嘴八卦的人,结果第二天宋清成就找上门来。我才想起,沈燕熙的朋友,也是宋清成的朋友。宋清成见我的第一眼就笑了。 燕熙也真是的,找个跟我这么像的自欺欺人。她看着我,眼角带着轻面,语气止不住地得意。 我还想着看看能让她点头结婚的是何方神圣,结果转来转去是找了个我的替身呢。 我突然想起我跟沈燕熙在一起的第一晚,情到深处她脱口而出的清清。我以为她是情难至今的低吟。 那晚,她一直看着我的脸,神情专注,目光虔诚。 清,宋清成。原来,她喊的不是我。 你现在这个表情不对,一点都不像我。 宋清成高高在上,点凭着我的一举一动,像在挑剔一个复制品跟原版之间的差距。 我翻了个白眼,放下茶杯。 管家刘姐心领神会,开口送客,请她出去。 她大概没想到我,竟然敢念她。 你敢赶我走,让燕熙知道了,她话没说完,就被刘姐推嗓着出了门。 看着她被刘姐赶出家门的窘态,我胸中的玉气稍作缓和。 从小娇生惯养,我脾气本就被家里人惯得有些大,这些年也就在沈燕熙面前能收敛下。 其他人我可不会忍。 我爸是老牌企业家,我妈是书香门第,我哥是科技新贵。 沈燕熙的西江公司有将近一半的股份属于我家。 我们一家精英,只有我最没出息,因为我每天只知道围着沈燕熙传。 沈燕熙中午来的时候,我正在是珠宝公司送来的定制婚戒。 可她连看都没看,就推开我的手。 阴沉着脸,盯着给她端茶的刘姐。 一个庸人,也敢推青城。 沈燕熙不是为我来的,她是为宋青城来兴师问罪的。 她说的是刘姐,打的却是我的脸。 我将手里的戒指往沙发上一扔,冷下脸,沈燕熙,这是我家。 沈燕熙弯起嘴角,抚了抚我的头发,动作温柔,眼神却冷漠。 许青青,我已经把沈太太的位置给你了,你要知足。 青城她性格绵软,心思单纯,她跟你不一样,她只有我。 这些年,她在国外无依无靠吃了很多苦,她现在回来了,我势必要保护好她。 所以青青,做好你的沈太太,不要招惹她。 她根本不管,是不是宋青城先来挑衅我的。 她只是因为她受了委屈,就定下了我的罪。 真可笑。 临走之前,她看了眼沙发上的戒指,又看了看我手上的女戒。 一个戒指,再怎么花哨她也只是个戒指。 可当初是她说,这辈子就结这一次婚,戒指一定要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我从来不喜欢戴首饰,对珠宝设计更是一无所知。 但为了我俩的婚戒,我彻夜攻读珠宝设计方面的书籍, 窝进制作公司不眠不休地一遍遍打板制作打磨。 手指起了一堆的泡。 如今,戒指做好了,她却瞧不上了。 我盯着她手上多出来的那个普通素戒。 上午,宋青城手上也带着一个铜款。 我明白了,不是她瞧不上普通的戒指,而是看那送戒指的人。 她是不是后悔了,后悔如果她再多坚持坚持,等到宋青城回来,就不会答应跟我结婚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碎裂了。 捡起沙发上的那枚戒指,一瞬间我想扔掉,可最终没有舍得。 即便是强扭的瓜,我也要拧下来,让它属于我。 刘姐劝我,小姐,沈先生只是一时气话,这戒指你这么费心,可不能扔掉。 是啊,我费了那么多心思,不能轻易就丢掉。 下午我定制的婚纱,也送了过来。 镶嵌着钻石的层层白纱,穿过手指柔软又华丽,在灯光的衬托下整件婚纱光彩流转,神圣夺目。 不愧是我耗费了极大心血参与设计的婚纱,它完全符合我对于婚纱的所有幻想。 太太穿着可真漂亮,店员看着换上婚纱的我感叹夸奖。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能想象婚礼上的我该有多么的美丽动人。 刘姐,你帮我把婚纱挂到衣帽间,我去做美容。 我要把自己收拾得美美的,在婚礼那天惊艳全场。 然而晚上回到家,现实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晚上到家迎接我的不是刘姐,而是一个陌生人。 太太您好,我叫王娟,从今天起将由我负责您的起居。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她负责。 那刘姐呢? 前任管家已经让沈先生辞退,今后将由我为先生跟您服务。 像是看出了我的疑问,王娟解释了她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好好好,我知道了,是沈燕熙给我的警告。 刘姐是我的人,上午因为我得罪了宋卿城,下午她就被开了。 她为了她的白月光,可真是雷厉风行啊。 我气急拨通沈燕熙的电话,那边接得很快,仿佛是在等着我给她打一样。 沈燕熙,你几个意思,刘姐是我的人,你说开就开,你就这么舍不得你那小青梅受委屈。 可接电话的不是沈燕熙,是宋卿城。 徐姐姐,你火气好大呀,都说了你生起气来就不像我了,可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电话那头,宋卿城声音里透着得意和张狂。 燕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呢,不过呀,徐姐姐,就算燕熙方便,也不想接你电话呢。 她跟我说你有时候真的很烦人爱。 宋卿城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再继续拨打,就成了已关机。 我把自己关进房里生了一晚上的闷气,好几次想冲动地给她发消息说分手。 想告诉沈燕熙宋卿城她不是个好人,可看着那耗尽我心血的婚纱和戒指,我又觉得舍不得。 人生有几个七年能让我这么喜欢一个人,这七年爱沈燕熙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我告诉自己,许清清再忍一忍,结婚了她就属于你了,再忍一忍。 可是,就连我卑微的忍耐最后都变成了笑话。 婚礼前,朋友们给我和沈燕熙组了个单身告别夜,只是没想到沈燕熙把宋卿城也带来了。 清清姐,你人这么好,我不请自来你不介意吧。 宋卿城跨着沈燕熙进来的时候,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凝滞。 不介意,好歹是燕熙的妹妹,虽不是一个圈子的,但既然来了就是客,不过不知道妹妹来,今天准备的酒水可能不太适合你。 王娟,快去给清清清妹妹泡杯绿茶来,就用橱柜里那个高级的,应该很合她的口味。 我按住想替我出头的朋友,笑了笑是以新管家去倒茶。 我这有很多别人送的茶,可惜我不喜欢喝,特别是绿茶。 不过相信妹妹一定喜欢,一会儿尝尝喜欢就都带走。 宋卿城晃了晃晚着的沈燕熙的胳膊,歪着头娇笑着看我,好呀,那一会儿让燕熙也尝尝,燕熙跟我的口味一样,我喜欢的她也喜欢。 刚才姐姐还说我们不太熟,不过咱俩长得这么像,我以为你对我应该很熟悉才对。 燕熙你说是不是? 说来也好笑,我第一次见姐姐的时候吓了一跳,还以为是特意按着我的模样整得容呢。 沈燕熙任由宋卿城对我挑衅,我不相信一个在商场沉浸多年的人听不出她话里话外的意思。 然而,她只是捏了捏她的鼻尖说了句别淘气,带着她找了个空位坐下。 两个人旁若无人的亲密互动,丝毫不顾及周围朋友的眼神和还有几天就成为她新娘的我。 气氛变得有些微妙,我能感受到周围人的窃窃私语和投向我或探究或同情的眼神。 我压着怒火和委屈深呼吸,指甲掐紧手掌控制着自己要冷静,谁先发疯谁就输。 朋友小宁实在看不下去腻歪的两人高声招呼其他人。 伙计们,听说青青跟燕熙的婚纱礼服是全球只有一件的,美帝能让人窒息,就连那个戒指据说也是特别设计的。 轻轻快让我们提前欣赏欣赏啊,也好让我们嫉妒一下准新娘。 小宁特意把我和沈燕熙的名字加重,如愿地看到宋青城脸色一沉。 是啊是啊,让我们看看那件独一无二的婚纱和婚戒。 其他朋友也纷纷附和。 我在朋友们的簇拥下往二楼走,结果刚上台阶就听宋青城跟沈燕熙撒娇,燕熙。 你跟青青姐说一下我也想看,刚才我看青青姐不太欢迎我的样子,怕她拒绝。 沈燕熙带着宠溺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婚纱和婚戒而已,你想看就去看。 不嘛不嘛,你去跟她说。 草,这个绿茶。 我非撕了她不可。 小宁撸起袖子,忍不住想去掐架。 我拉住她,调整好表情,微笑着扭头,看向沙发上快粘在一起的两个人。 青城妹妹想看就来啊,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就好。 你从进门,咱俩总共说了不到三句话,怎么就我对你有意见了? 徐姐姐真的没有不高兴吗? 我还以为徐姐姐不愿意理我呢。 宋青城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躲到沈燕熙身后,在沈燕熙看不到的角落向我投来了挑衅的眼神。 沈燕熙见不得她的白月光受委屈,不悦地看了我一眼,拍了拍宋青城搭在她肩膀上的手,轻声哄她。 周围人看着她俩的表演表情,开始有些一言难尽。 我实在不愿再看这对狗男女拉着小宁他们往衣帽间走。 我怕再看下去,我会忍不住走过去扇他们。 青青你还好吗? 小宁看着我一脸的心疼和担心。 我冲她笑了笑,表示自己很好,只是她眼睛里倒映出的我的表情有些许的扭曲。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还有三天就结婚了,这是你努力七年换来的,这时候放弃你丢不起这个人,许家更丢不起。 走到衣帽间打开房门,婚纱就摆放在衣帽间的正中央。 随着房间灯光地打开,婚纱上镶嵌的钻石反射出的光映射在衣帽间的墙上,像满天星光,光彩夺目。 我的天哪,这也太美了。 青青,这婚纱简直了,真的是太好看了。 见到婚纱的那一刻,周围的朋友发出了尖叫,小宁更是激动地抓着我的胳膊猛晃。 妈呀,青青真是太漂亮了。 天哪,这么好看的婚纱,青青我也想结婚了。 青青,你的婚戒呢?听说也是你亲手设计得快让我们见识见识。 我从柜子里取出戒指,拿到他们跟前,换来了又一阵的惊叹。 在周围人的赞叹声中,我的目光落到人群后面宋青城身上,在他面无表情的脸上我看出了不甘与嫉妒。 我内心冷哼一声,即使她回来以后一直想要取代我,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就像沈燕熙说的,沈太太的位置已经是我的了,她在折腾也是无济于事。 欣赏完婚纱我带着众人继续,padi,离开之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将衣帽间的门关好。 可没过多久我就看着沈燕熙哄着趴在她怀里,莺莺哭泣的宋青城出现在了二楼走廊上。 没有来的,我的心搁灯一下。 我跟沈燕熙的眼神在空中对上,我在她眼神里看到了欲言又止和一丝愧疚。 我的婚纱。 我风一样地跑上楼梯朝衣帽间奔去。 在阵阵吸气声中,我看到刚才我特意关好的门,现在敞开着。 那件让所有人惊叹的婚纱此刻像一堆破布一样,凌乱地堆在地上,钻石洒落了一地。 我的眼睛瞬间变得通红,推开人群直奔走廊里的那对狗男女。 宋青城还在沈燕熙怀里应应应,沈燕熙低头在安慰。 我一把将宋青城从沈燕熙怀里拽了出来,使了全力一巴掌扇在了宋青城的脸上。 青城。 沈燕熙一把推开我将宋青城护在了怀里。 许青青,你怎么可以打人? 沈燕熙低头心疼地看了看被我打肿的宋青城的脸,随即皱着眉抬头看着我兴师问罪。 沈燕熙,是我不好,徐姐姐打我是对的。 对不起徐姐姐,是我不小心弄坏了你的婚纱,我只是太羡慕你能穿上这件婚纱了,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只是想要摸一下,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没想到会成这样。 宋青城在沈燕熙怀里哭得激进晕厥。 我被沈燕熙推得一个亮枪,后腰撞到二楼栏杆上,隔得生疼。 我扶着栏杆勉强站住,气急得我忍不住地全身颤抖。 不小心。 你有本事再给我表演一下怎么个不小心法能将婚纱给撕成那样。 我把你杀了,然后说不小心你能不能接受。 我对着他俩嘶吼,恨不能上去将宋青城撕碎。 够了。 许青青,一件婚纱而已,我再让人送一件,就是了。 何况青城已经跟你道歉了,不要得礼不饶人。 沈燕熙阴沉着脸看着我,她似乎忘了这件婚纱,倾注了我多少的心血。 或许她没忘,只是相对于我的付出来说,宋青城的眼泪在她心里更为重要。 燕熙,别这样,清清姐骂我是应该的,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你们别因为我吵架。 宋青城窝在沈燕熙的怀里,那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她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 沈燕熙捧着宋青城的脸,刚才对我的狠力转眼变成了满满的心疼。 我看着对面的两个人,瞬间一股无力感充斥全身。 我这七年的付出究竟得到了什么?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缓缓开口,宋青城,你是不是有些事情以为长久没人提就被忘记了? 话音刚落,宋青城的脸色瞬间惨白。 看得出来她没想到我会知道她过去的事情。 她慌乱地瞟了一眼沈燕熙,她是真害怕了。 沈燕熙也注意到宋青城的不对劲,询问她怎么了。 燕熙,我头晕,医生不让我太过激动。 啊,燕熙我头好痛啊。 宋青城抱着脑袋直呼头疼,脸色苍白,楚楚可怜。 沈燕熙紧张地抱起她,就往外冲。 清城,别怕,我送你去医院,别怕。 沈燕熙,如果你敢现在离开,后果自负。 我看着沈燕熙的背影冷冷开口,换来的只是她抱着宋青城头也不回离开的身影。 沈燕熙走后,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离开。 等人都走光了,我脱离地把自己摔进沙发,将胳膊搭在眼睛上。 流到最后的小宁,叹了口气,走到我身边,轻轻拍了拍我,想哭就哭吧。 刚才还强撑着没有流下的眼泪的我泪水瞬间爬满面旁。 当天晚上,我哥就来了电话,电话里先是对沈燕熙一通臭骂,而后一边嫌弃我眼瞎一边又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丝毫不怀疑如果我想出气,我哥真的会分分钟就让沈燕熙从公司滚蛋。 我有一瞬间,想着就这样结束吧。 可是我又不甘心,我付出了七年,不惜把自己变成周围人眼里沈燕熙的舔狗。 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不是说放弃就轻易放弃的。 我说,我还没想好,气得我哥骂我,许佳怎么会出了我这么一个恋爱脑的废物。 但是挂电话之前,他还是叹了口气,说只要我觉得幸福,不管怎样,他跟爸妈还是会支持我。 然而,还没等我纠结完做决定,沈燕熙就替我做出了选择。 自从那天不花而散之后,沈燕熙消失了两天,直到婚礼前一天出现。 可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天让你反省,知道错了吗? 知道错了,就去跟倾城道个歉。 我瞬间黑人问号脸,他没搞错吧?我错哪了? 凭什么让我跟宋倾城道歉?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怀疑他是不是这两天把脑子弄坏了。 沈燕熙接着又开口,倾城因为你住了院,那天不小心弄坏婚纱他固然有错, 但是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在医院他还在自责, 他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么下去肯定承受不了。 我打断他,所以呢? 沈燕熙似乎对我打断他有些不悦,皱了皱眉, 所以你去跟他道个歉,让他安心养病,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 我看着沈燕熙理所当然的表情,瞬间觉得不是他脑子坏了,是我真的眼瞎了。 我当初是怎么看上这个男人的,我都怀疑当初的我是不是被他下鼓了。 沈燕熙,你要不要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是怎么做到如此不要脸的? 许清清,不要再胡搅蛮缠,我的忍耐限度是有限的,你认个错,去道个歉,明天的婚礼还能继续,否则,你自己考虑清楚。 沈燕熙堵定地看着我,她就是吃定我太希望跟她结婚了,我瞬间沉默,见我沉默不语,沈燕熙一脸果然拿捏住我的嘴脸,我问你,知道错了吗? 我喃喃道,嗯,知道了。 听我这么说,沈燕熙终于露出了今天第一个微笑,知道就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目的达到,她转身离开。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拿出手机拨通我哥的电话。 在听到我哥声音的一瞬间,我眼泪瞬间溢满了眼眶。 哥,如果我说不想结婚了,你跟爸妈会不会觉得我给家里丢人了? 乖,我说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会支持你。 我哥的话瞬间坚定了我刚才的想法。 我深吸一口气跟她说,哥,明天婚礼照旧,但是这婚我不结了。 嫁给宋燕周那年,我刚毕业。 她大我七岁,失业有成,待我也极好,事事以我为先,就连吵架,也会第一个服软来哄我。 直到老牌影后苏芝回国,他们之间交集见多,而我无意中窥见她掉落的日记本,才知道她对我的好,都是曾经苏芝交出来的。 我们因为苏芝吵了无数次架,最后一次,她把我丢在风雪娇家的郊外别墅。 我终于死心,提出离婚,宋燕周却死活不同意,苏芝的电话一遍遍打进来时,莫燕周正带着我在京郊别墅泡温泉。 薄薄的雾气中,女人带着哭腔的声音,在安静的温泉室内响起,阿周,阿周,怎么办?慌乱而无措的。 听得我心脏都揪了揪,宋燕周的唇在即将贴近我时,终于忍不住起身踏上台阶,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她肩头。 她拿过架子上搭的御衣披上,接通电话,责备的语气,在听到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后,骤然变调,变成了温生的安慰,没事的,我马上就过来。 你先冷静一下,我马上就来。我看着她挂了电话,俯身想要碰我,被我几乎下意识躲掉,宋燕周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静默了好一会儿。 尖头的雪花被温泉蒸腾的热气一点点吞噬,一同消逝的,还有我对她最后的一丝执念。 我眯了眯眼,往下沉了沉,将自己整个泡进水里。宋燕周的手扑了个空,她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再次伸手揉了揉我的发,噪音温训,听听。 朋友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处理完之后,我马上回来。 错过的时间,我明天再补上,好不好,可以不去吗?我问。 她刚刚回国,不熟悉国内娇规,听听,不要任性。 我没说话,看着她一边系上御医的袋子,一边将手上的戒指取了下来。 我无名纸上的戒指,似乎也一下收紧了,隐隐作痛。 唇角扯出一个有些性强的笑,我想问她,去见什么样的朋友,需要特意取下结婚戒指, 可是话到嘴边,又像是被什么封住了。 垂下眼时,我听见宋燕舟像哄孩子似的说, 我保证,明天一定挤出时间陪我最爱的老婆。 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了。 其实,我本来有很多话可以说,比如,那我去,我去教她教规。 比如,既然明天可以不接电话,为什么今天又要去找她? 比如,可是到最后,我什么话也没说,隔着温泉蒸腾的雾气, 看着宋燕舟离开的背影,步履匆匆。 在她即将离开的那一刻,我却忽然开口,不用补偿了。 下次有空的时候,我们把婚礼了吧。 宋燕舟的脚步停顿了一下,但她没有回头, 只是说了一句,听听,不要闹小脾气,语气温和得一如往常。 像是在哄不懂事的小姑娘,我和宋燕舟是家族联姻, 她大我七岁,嫁给她的那年,我才刚毕业。 公司里杀伐果断的宋总, 却独独把我当小姑娘宠,事事以我为先。 就连吵架,也会第一个服软来哄我, 直到意外窥见宋燕舟年少时的日记, 我才知道,她如今哄人的功夫, 都是和初恋苏芝数次分分合合磨出来的。 苏芝回国后,高高在上的宋先生淤尊降贵, 搭上金牌律师团队为他打离婚官司, 一致千金为他这个过气影后付出造势。 为此,我无数次和宋燕舟吵架, 无一例外地会哭着吵她吼, 那我们离婚,你和她去过呀, 又无一例外地被宋燕舟哄好。 可是,这次我是认真的, 一直到心脏处的悸动散去, 我才从温泉里面出来,换好衣服, 我给司机打电话,让他来接回家。 到家的时候,明明已经是半夜, 别墅客厅里的灯光却还亮着, 宋燕舟的车停在院外。 别墅的大门没有关, 扮演着暖色的灯光透过缝隙落在我手上, 门内的英明声同样毫不掩饰, 像是在邀请我窥探客厅的秘密, 我没有动。 只听见里面苏芝娇气的吸气声, 好疼, 阿周, 你轻一点, 抱歉, 宋燕舟沉声, 我叹了口气, 点开手机相机, 推开门, 对着沙发上的俩人咔嚓咔嚓拍了几张照片, 镜头里, 宋燕舟手上还拿着给苏芝上药的棉签, 我有些遗憾, 到底还是有头有脸的人, 想来也不会在婚姻存续期间只做更放肆的事, 苏芝像是受了惊吓, 一下子往宋燕舟身边靠了靠, 宋燕舟起身, 看向我, 我耸耸肩, 挺好的场景, 不知道还以为是在演偶像剧, 影后的生活里处处是戏吗? 苏芝拉住宋燕舟的衣角, 杏仁氏的眼睛里泛了些水雾, 林小姐, 麻烦你把照片删掉, 刚刚指示我受伤了, 燕舟再给我擦药, 苏芝的皮肤白, 小腿上的伤口更显得触目惊心, 不过也只是看起来, 宋燕舟走得那样急,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车祸, 看样子不过是被小小寡蹭了下, 我没动, 宋燕舟看向我, 面色坦然, 听听, 苏芝受伤了, 怕疼不肯看伤口, 我才帮着擦药, 那不能去医院吗, 只是恰好家里备着药, 我表情有些讽刺, 宋燕舟看我一眼, 似乎是对我的态度有些失望, 听听, 不要和我置气, 把照片删掉, 我垂眸, 在手机上点了几下, 把刚刚拍好的照片删除, 展示给他们看, 好了吧, 苏芝抿了抿唇, 抱歉, 林小姐, 只是, 这些照片传出去, 对我们都不好, 虽然我和燕舟没什么, 但难免被有心人, 我没耐心听她说话, 直接上楼关门, 苏芝的声音被隔绝在门外, 我点开手机里的监控软件, 调制一小时前, 把这一段时间的监控都下载下来, 苏芝是老牌影后, 哪怕西营几年, 国内粉丝群体数量并不少, 从她回国那天, 关于她的小道消息就持续不断, 有关宋燕舟的更盛, 豪门霸总和归国白月光, 如同破镜重圆小说一般的搭配, 却没有人知道, 我和宋燕舟已经隐婚多年了, 从前我年少气盛, 总觉得夫妻间总要说开才好, 因为她和苏芝的绯闻, 我和宋燕舟吵了无数次, 是非对错没变名字, 倒是宋燕舟日渐疲倦, 偶尔揉着眉心, 轻声叹息, 听听, 你为什么总是不懂事呢? 宋燕舟大我七岁, 张弛有度, 温润如玉, 无论我做什么, 她都会包容我, 结婚三年, 我们很少有争吵, 只是, 难道非要不闻不问, 做个眼盲心龙的人, 才算懂事吗? 身后的房门被人敲响, 宋燕舟温润的声音传来, 听听, 一如往常般宠溺, 我抿了抿唇, 没有出声, 把门反锁上了, 门外的人明了我的态度, 没有再敲门, 只是温和道, 早点睡, 听听, 我闭上眼, 满脑子却都是前几天, 窗外的电闪雷鸣, 宋燕舟又一次丢下, 我要去处理苏枝的事情, 我翻出西年旧账, 指责他不该瞒我俩人曾经的恋情, 宋燕舟说, 就算是初恋又怎么样, 听听,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只是朋友, 你不要再闹了, 好不好, 后来是空荡荡的家, 窗外轰鸣的雷声, 和骤然划过的闪电, 还有浸满眼泪的暴枕, 我从回忆中抽离, 骤然睁开眼, 天花板上的水晶灯, 投下橙色的暖光, 我拿过身边的手机, 给姐姐发了一条信息, 给我介绍一个余记, 早上醒来时, 客厅里只有来做饭的保姆, 周姨和我问了声好, 先生今天清早出门了, 说小姐最近想吃燕哦, 让我备好, 我点点头, 吃完饭后去找了律师, 让他拟个离婚协议出来, 对街的律师是个美人, 长卷发, 职业装, 干练得很, 听完我的情况后, 说会尽力帮我争取应得的利益, 我靠在沙发上, 点点头, 麻烦了, 我不需要股份, 帮我争取房产和存款就够了, 律师走后, 我让司机送我出门, 在外面转了转, 繁华的, 步行街的十字路口, 行人行色匆匆, 我忽然停住了脚步, 抬头去看对面路上的大瓶, 苏芝漂亮的脸骤然出现, 我身边的人也停住了脚步, 惊叹, 真漂亮啊, 影后真是, 过了这么多年, 也没见老, 反而更漂亮了, 大瓶放的是他回国那天, 媒体早就嗅到风声, 后在机场, 见他出现, 一轰而上, 被围堵的苏芝有些无措, 我看过他年轻时演的古装剧, 角色是倾国倾城的美人, 挑起不同国家间君主的纷争, 他生了一对杏仁眼, 柳叶眉, 唇角弯弯, 像是不安事事的小狐狸, 圣眉便叫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跟着心疼, 这么多年过去, 倒还是魅力不减, 勾得我老公也心疼, 突然出现的保镖, 将苏芝和拥挤的人群分开, 一路护着他平安出了机场, 上了一辆麦巴赫, 车上的人只能窥见半张棱角分明的脸, 男人伸手, 指节如玉, 苏芝将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车门被保镖关上, 只留下这美好的像是豪门小说中的一幕, 让人浮想连篇, 我一眼辨认出, 那只手手腕上那块百达斐力的腕表, 是我送给宋燕舟的生日礼物, 这块大屏幕上的视频谁都能投, 投这个的估计是苏芝的粉丝, 视频最后还有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要你幸福就好, 在我身边驻足的女孩看着视频尖叫, 什么言情小说, 影后女主回国离婚, 遇到默默守护自己的深情男主, 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你, 呜呜呜, 芝芝, 你一定要幸福啊, 我差点笑出声, 身旁的人侧目晚我, 似乎隐隐有些不满, 我对他们笑了笑, 如果她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如果那个男人其实已经有老婆了呢, 那她算不算, 小三, 那人仗红了脸, 反驳我, 不会的, 苏芝她不会, 她特别好, 就算是, 也是别人骗她, 我垂下眼, 没反驳她, 或许吧, 司机来接我的时候, 放在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一声, 是刚刚接待我的律师张绿, 协议书的出版已经拟好, 后续还需双方沟通修改, 我想了想, 把文件转给宋燕舟, 让司机直接开去了她公司, 因为来的不多, 前台的人并不认识我, 我登记了身份信息后, 女孩有些抱歉, 您没有预约, 可能没办法见到宋总, 您和宋总是, 夫妻, 旁边传来一声吃笑, 我抬眼看过去, 二十来岁的男生, 用眼睛挽我一眼, 低头偷笑, 什么人哪, 真是一响天开, 人家郑主正在楼上呢, 他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我还说我是宋总弟弟呢, 我没脑, 转向女生, 那算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拨的是宋燕舟秘书的电话, 赵瑞入职之前, 曾经是我的学弟, 和我关系不错, 他接到电话后, 立马下楼来接我, 学姐, 我点点头, 楼梯被关上的那瞬间, 他忽然侧谋, 刚刚苏小姐过来了, 宋总在和制片人谈, 他欲言又指, 学姐,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 不记得门有没有关了, 我不蠢, 自然能听懂, 这是他对我的一点好意, 站到门前的时候, 里面的声音很清晰地透过门缝传出来, 似乎是导演有些为难, 宋总, 我们都是经过程序选拔, 毕竟苏小姐吸引这么多年了, 也不知道, 他可以, 宋燕舟的噪音里, 透着些不容置疑的味道, 宋总, 导演犹豫, 宋燕舟爆出一个数, 两千万, 导演画风一转, 绝对可以, 我也是见过苏小姐演技的人, 这么多年, 哪怕有所退步, 也是现在的小花赶不上的, 我退后一步, 将门眼了眼, 宋燕舟宋制片人出来的时候, 我站在一边, 看着苏芝走在他身侧, 俩人默契如同夫妻, 他侧眸看见我的时候, 有些惊讶, 听听, 你怎么过来了, 我没说话, 没错过苏芝脸上一闪而逝的烦躁, 听听, 燕舟今天帮我了一个大忙, 我想请他吃饭, 正好你过来, 我们就一块儿去吧, 我看向他, 苏芝眉眼弯弯, 似是真的高兴, 与我无半点芥蒂, 我说, 好啊, 两女艺男的搭配在情侣餐厅, 更显得怪异, 苏芝点完餐, 将菜单推向我, 抱歉了, 听听, 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怕点不好, 你来吧, 我没动, 坐在我身边的宋燕舟, 接过菜单, 眉目温和, 我来吧, 他点好菜, 温生, 让传者注意我的忌口和过敏的食物, 苏芝在对面看我, 笑着开口, 听听, 好羡慕你啊, 燕舟现在这么体贴, 以前我让他寄我爱吃的东西, 他总记不住, 后来还是我发了好大火, 宋燕舟咳嗽一声, 苏芝立马住口, 抱歉呢, 我有点失言, 我抿了一口杯子里的饮料, 淡淡道, 没关系, 我不介意, 传者适时出现, 给我们上菜, 菜逐渐上齐, 桌上有几道海鲜, 旁树的壳有些难处理, 宋燕舟熟练地将我的盘子端过去, 伸手给我包壳, 对面的人脸上有一瞬间的扭曲, 我撑着下巴看它, 苏芝低头, 筷子伸向桌上的一盘菜, 宋燕舟将处理好的肉推给我, 用桌上的毛巾, 漫条丝里地擦去纸尖的油渍, 我从前爱及了宋燕舟这幅模样, 在外轻贵自持的人, 却独独在我面前温柔宠溺, 可想到这层是苏芝要求的, 我只觉得有些反胃, 听, 苏芝, 燕舟忽然起身, 我看向对面的人, 那张漂亮的脸, 染上霞光般燕红的色彩, 原本瘦削的脸颊, 开始肿了起来, 你, 桌上的菜有山药, 对不起, 我忘了你会过敏, 走, 我送你去医院, 苏芝愣了下, 忽然用手遮住自己的脸, 不要, 别看我, 宋燕舟反应很快, 立马脱下西装, 盖在她头上, 我不看, 我不看, 我们去医院, 苏芝起身时有些跟腔, 宋燕舟着急, 直接将她打横抱起, 快步往外冲, 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场如此典型的八点档剧集上演, 看着宋燕舟脸上焦急的表情, 没有半分作假, 看着她抱着自己怀里的人, 从头至尾, 没再看过我一眼, 我拿过手机, 给余记发了条消息, 一桌子的美食, 总归不能浪费了, 我垂下眼, 从苏芝刚刚加过的菜里面, 加走一块山药, 炖得很软糯, 好吃, 宋燕舟是在我躺在沙发上敷面膜的时候回来的, 正好八点, 正好我最近在追的重逢初恋热播中, 女主含着泪质问男主, 难道这么多年, 你就没有一点点想我吗? 男主神色隐忍, 想, 你知不知道, 我想你想得快疯了, 他最后一句话, 喊得面目猙獰, 我直接笑出声来, 门就是这个时候打开的, 也别怪我眼间, 一眼便瞧见他扣错的衬衫扣子, 我收回目光, 继续看那部被我当喜剧的狗血剧, 听听,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把你丢在餐厅的, 只是当时事态紧急, 苏芝毕竟是演员, 她的脸很重要, 不能留疤, 对不起, 听听, 我自己在沙发上挪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答非所问, 我下午给你发了离婚协议的出版, 本来想和你当面聊聊, 现在你看看吧, 我们晚上把这份协议完善完善, 宋燕舟的神色有些疲惫, 她说, 我们不会离婚, 听听, 她站在我面前伸手, 想要抱我, 我嗅到她身上清浅的枝子花香酒, 抬眸, 再清楚不过地窥见她颈尖的一抹红, 身体下意识的反应比思想还要快, 我抬手, 冲着她的脸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宋燕舟的脸上泛红, 她愣了一下, 没有生气, 垂眸道歉, 姿态放得很低, 手痛吗, 都是我的错, 听听, 我的手被她握住, 男人脸了眼, 不轻不重地揉着我有些发红的掌心, 有没有消气一点, 听听, 我有时候也会想, 自己那时是不是不该去书房, 或许就不会误打误撞, 看到宋燕舟那本日记, 就不会打开潘多拉的磨盒, 也就不会在每个温存的瞬间, 都会记起苏芝记起二十岁出头的宋燕舟, 在和苏芝吵架后一次次记下, 女朋友的情绪最重要, 哄好了一切都能营让, 而解, 不要在气头上分辨对错, 如果做错了, 一定要及时道歉, 前人栽树, 后人成梁, 到底是成梁, 还是永远活在前人的阴影下, 我甩开宋燕舟的手, 无比冷静, 离婚协议你趁早看, 趁早离, 宋燕舟不肯离婚, 我便也不肯理她, 倒是让苏芝得了空子, 找上门来给我上眼药, 我没让阿姨给她倒水, 她也并不客气, 静止坐在沙发上, 苏芝望着我, 眉眼带笑, 听听, 我听燕舟说, 你因为我和她的关系, 有些介意, 其实, 我和燕舟是过去式了, 没什么的, 把当下的日子过好, 才是最重要的,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她, 苏芝的独角戏, 没演完, 又叹了口气, 以前燕舟可不这样, 那个时候, 我们吵架, 她不愿意低头, 我们吵了好多次, 最后生了好大的气, 她才愿意和我道歉, 她终于学会低头的时候, 我们却走散了, 苏芝望向我, 眼中隐隐闪动着泪光, 声音也微微哽咽, 听听,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 我低头喝了口茶, 平静道, 那应该是不够爱吧, 要不然, 为什么我们吵架了, 她总第一个低头呢? 苏芝被哽了下, 眉目间的不耐一闪而逝, 恰好她手机震动一声, 她看了眼, 又笑起来, 燕舟找我了, 听听, 我也会帮你劝劝她的, 你也不要生气了, 我脸眉, 听见门被带上的声音后, 拿出手机给宋燕舟发了条信息, 要不要一起去看烟花, 这么久我的态度第一次松动, 宋燕舟答应得毫不犹豫, 恰逢节日, 海边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远看百摊的小贩支着漂亮的花灯叫卖, 空气中飘着各式小吃的香气, 人生鼎沸, 我由爱这样充满烟火气的场景, 刚和宋燕舟结婚时, 我总觉得这个人好是好, 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后来黑白灰装修的家, 被我一点点填满彩色, 连带着除了工作之外, 再无休闲的男人, 也变得钟情起周未来, 那个时候我连傻笑都冒着幸福的泡泡, 和宋燕舟白头到老, 也成了我的人生清单之一, 夜市人多, 宋燕舟护着我, 我指什么, 他买什么, 毫无怨言, 我们像世间最平凡的一对爱旅, 时间临近八点的时候, 人群向海滩处拥挤, 宋燕舟奉着我的手, 带我去了观景平台, 地下的人们开始倒计时, 十、九、八、七、六、五、四, 焰火升空, 绽放的那一瞬间, 璀璨而盛大, 人群的尖叫声如潮水一般, 我抬头, 宋燕舟站在我身后, 手轻轻护住我的耳朵, 如此体贴, 二十一岁的宋燕舟, 陪着苏芝看了一场同样盛大的烟花, 在四起的喧气声中, 他看着眼前人的侧脸, 忽然很想很想娶她, 然后他说, 芝芝我爱你, 我爱你, 听听, 我笑出眼泪, 最后一点焰火消逝时, 人生终于渐小, 宋燕舟的手机铃声慢慢放大, 我看向宋燕舟, 他垂眸, 四目相对, 我甚至能看清他眼中的自己, 是他打来的, 我语气平淡, 坦然如陈述, 让我猜猜, 这次又是什么借口, 家里的电器不会用, 人生地不熟迷路了, 或者是私生犯的骚扰, 宋燕舟脸眉, 错开我的视线, 手机铃声还在响, 我笑笑, 声音温柔, 别骗自己了, 燕舟, 初恋太难忘了, 你放不下的, 不是的, 宋燕舟抬眸, 有些急切地想要反驳我, 我没理会, 伸手拿过他的电话, 按下接听键, 苏芝的声音在嘈杂的人声中, 无比清晰地落入我们的耳朵, 阿周, 阿周, 好像有人在敲我的窗户, 好害怕, 苏芝的声音里, 带着令人心碎的哭腔, 阿周, 不会是私生犯吧, 我把手机递给宋燕舟, 眉目平静, 去吧, 等你回来, 我们就把离婚协议签了, 宋燕舟没动, 苏芝还在哭, 影后连哭声都那么惹人心疼, 宋燕舟微胜着眉, 却一言不发, 以前我无数次期盼宋燕舟能够坚定地选择我, 可是现在, 我不需要了, 我低头, 给宋燕舟发了条信息, 她的手机震动一声, 她点开, 眉头沉得愈发紧了, 听听, 是余记这些天拍下的照片, 我看着她, 笑得眉眼弯弯, 我也不想撕破脸, 闹得太难堪, 大家都不高兴, 你也不希望这些照片公之于众吧, 宋燕舟无言, 最后, 她只是看着我叹了口气, 听听, 我们都冷静一下吧,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给余记又发了条消息, 过了一会儿收到回复, 她去找苏芝了, 第二天, 是苏芝正式付出的第一部电影的发布会, 于情于理, 她都要去保障她的安危, 我把界面切到微博, 看着与苏芝有关的词条, 热度正在不断上涨, 发布会那天是全网直播, 苏芝回国后参影的第一部电影, 宣传方面坐足了噱头, 还有宋燕舟作为投资方陪她登场, 我到的时候, 现场气氛很热闹, 一开始, 宋燕舟其实站在角落, 奈何导演太会看人眼色, 窜多着身边的人不断变换, 最后把她推至苏芝身边, 我看了看直播间的人数, 然后切去看微博, 景浩豪门男主有脸了, 景浩姐妹们快看宋总手上那块表, 景浩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言情小说, 景浩苏芝宋燕舟, 景浩我同意这门婚事, 我看着他们俩的名字后出现了一个暴字, 无数人涌入直播间磕CP, 现场的记者忽然起身, 提问, 苏小姐, 我看有人说您和宋总以前是同学, 是否确有其事, 如果是同学的话, 宋总如此力捧苏小姐, 是否另有隐情, 宋燕舟的脸色骤然冷下来, 导演头上冒了点汗, 苏小姐能担任女主角, 全靠自己的演技, 当年她斩获影后, 我就想过要邀请, 我没忍住, 一下笑出声, 真是全靠演技, 笑声很小, 却还是让站在台上的宋燕舟注意到了我, 我对上她的眼, 朝她晃了黄手机, 然后慢条丝里地做口形, 离, 婚, 或者, 我上台爆料, 婚内爱慰, 这些照片加上可怜的原配, 又是在热度最高的时候, 杀伤力足够大了, 不管是为了宋燕舟自己, 还是她可怜的初恋的未来, 她都堵不起, 手机震动一声, 我垂眸, 收到她咬牙切齿地回复, 好, 和宋燕舟修改离婚协议的那天, 很平和, 阳光透过玻璃窗, 落在大理石的地板上, 宋燕舟把笔记本推向我, 听听, 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 不愿意听我说, 但是, 股份比钱更, 不需要, 我打断她的话, 我知道宋燕舟是好意, 比起放在银行里随时可能贬值的钱, 还是年年分红的股份更为划算, 可我有我的打算, 宋燕舟垂谋, 没有因为我的语气而不快, 仍旧温和, 这份协议没问题了, 那就打印出来签字吧, 宋燕舟的秘书一言, 片刻后便拿着文件又进来, 我签字的时候没犹豫, 宋燕舟落笔的时候停断了下, 抬眸看向我, 容色平和, 听听, 你知道, 去年过生日的时候, 我许了石妖院吗? 我没看她, 我希望, 能和你白头到老,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宋燕舟, 她包容得笑笑, 低头签上自己的名字, 会的, 从前是家族联姻, 我们从头开始, 这次, 我们把相识相恋的流程, 全部都走完整, 好不好, 我没理她, 只是收好签完字的离婚协议, 明天准时到, 宋燕舟, 离婚冷静期, 我不想和宋燕舟待在一块, 自己买了票飞去国外, 领离婚证的那天, 我姐来接我, 宋燕舟帮我开了车门, 朝我姐微微点头, 不忘嘱咐我, 听听, 多吃点果蔬, 你的黑眼圈又中了, 我假装没听见, 把车窗升上去, 姐姐启动车子, 驶出去二里地, 我还能收到宋燕舟发来的消息, 下午我让周姨 做点你喜欢的银耳百合送过来, 等红灯的间隙, 我姐瞟了我一眼, 这么果断, 我以为你会心软呢, 我没回消息, 把手机扣住, 朝着她笑了笑, 姐姐,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宋燕舟确实是在贯彻 自己离婚时说过的话, 她向来把我的喜好拿捏得很好, 送的东西全是我喜欢的, 我忙着布置自己的画展, 让助理把她送的礼物 全扔杂货间了, 她有时没事就跑到我面前来晃悠, 从前日理万机的人, 忽然闲得像街上无所事事的混子, 我在厅内布展, 她站在外面看我, 安安静静, 只在我要走的时候说要送我一程, 我来者全聚, 因为画展, 我熬过几个大夜, 晕倒的时候毫无知觉, 一直到睁眼, 看见医院冷白的墙时, 才后知后觉的感觉到不是, 我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被握住的手, 惊动了小气的人, 宋燕舟抬头, 见我醒来的那一瞬间, 有些惊喜, 听听, 你醒了, 我看向她, 从前我喜欢宋燕舟身上从容不迫的气质, 像是对待什么都游刃有余, 基石如玉, 猎松如翠, 可现在我在看她, 本来如松百般的人, 如今却憔悴许多, 你一直在这里陪我吗? 是, 宋燕舟垂眸, 拉过我的手, 贴近脸颊, 像是对待什么珍惜的宝贝, 让我待在你身边吧, 听听, 你瘦了好多, 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明明后来都没生过病了, 一分开就, 我怎么能放心得下? 我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 只是伸手, 帮她理了理略微褶皱的衣领, 我对宋燕舟的态度, 微微松动了些, 以至于她约我出去的时候, 我也没有拒绝, 其实宋燕舟求和的手段并不高明, 她从前从来没有想去挽回过一个人, 哪怕是苏芝, 分手的时候她也没有低头, 哪怕最后徒留遗憾, 她也没有想过挽留, 吃完饭后, 宋燕舟带我去海边散步, 她下意识地伸手,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之后愣了一下, 我的目光落在她手上, 笑了笑, 她收回手, 神色落寞, 我们沿着沙滩慢慢走了一会儿, 海风温柔地拂过脸颊, 一切都静谧地, 像是我们曾经相爱时的时光, 远处却忽然传来一阵轰鸣, 我抬眸, 恰好看见天边闪烁的光影, 听听, 对不起, 我转头, 恰好对上宋燕舟的眼睛, 她的眸子里, 倒映着天边璀璨的燕火, 亮晶晶的, 听听, 我, 我初恋是16岁, 我骤然打断她的话, 上学的时候, 不好意思, 遮遮掩掩的, 一直到18岁成年才敢公开, 18岁的时候, 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为所有的恋爱都是轰轰烈烈, 她给我放过一场盛大的烟花, 被父母发现后, 停过一个月的卡, 宋燕舟的眼睛疏忽暗了下去, 我们在寺庙互相为对方挂上过长命百岁的许愿牌, 在跑车的轰鸣声中, 大声向对方表白, 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彻夜长谈, 后来我们结婚的第二年, 我在街上又遇到她了, 我看向宋燕舟, 神色平静, 那天她给我发了条消息, 说很想我, 我没有回复, 相爱过的人是做不成朋友的, 我那时怕宋燕舟不高兴, 觉得合格的前任就该和死了一样, 我以为所有人都能做到推几级人, 其实不是的, 我在乎的从来不是曾经, 而是她现在对待前任暖昧不清的态度, 宋燕舟的表情有些难堪, 似乎是想要解释却无从下口, 我笑了笑, 不过你们不一样, 和平分手和被辜负总归是不同的, 辜负真心的人不一定会吞一千根银针, 但道德败坏的人总要接受是人的唾弃我看着远处波涛汹涌的大海, 眉眼弯弯, 我说, 以后它会是你最难忘的白月光了, 宋燕舟, 锦号苏枝, 小三, 锦号宋燕舟隐婚, 锦号苏枝, 带资尽祖, 锦号你懂事一点好不好, 有关劈腿隐婚小三的词条彻底引爆热搜, 成千上万的网友涌进苏枝的直播间, 硬生生骂停了直播, 宋燕舟紧急公关却还是没法挽回节节败退的股价, 其实也没什么好公关的, 毕竟照片, 文字, 时间线都列得清清楚楚, 宣告苏枝还未离婚, 就和已婚人士纠缠不清, 也有水军下场混淆视听, 可惜网友都不是傻子, 没人买账, 宋燕舟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我正在姐姐林宇办公室里面悠哉游哉的零食, 女强人同样忙得不可开交, 我又开了一袋薯片, 就听见她骂我, 你非得在我面前吃吗? 我笑呵呵地给她上供一块, 林宇翻文件的动作没停, 我问, 喜欢我的礼物吗? 姐姐, 林宇带笑蜜我一眼, 太喜欢了, 宋燕舟的公司此时如同待宰的羔羊, 无数人虎视眈眈, 商站其实挺脏的, 我的姐姐就是一个特别合格的老硬币, 我只是开了个头, 紧接着无数空学来风的谣言四起, 为宋燕舟公司落败之路添砖加瓦, 出现在电视上的人愈发憔悴, 与从前儒雅金贵的人相去甚远, 苏芝也没好到哪里去, 在娱乐圈里面名声一落千丈, 高楼未起, 就已先崩塌, 我是从画展回家的时候碰见她的, 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现在的住址, 戴着墨镜口罩的女人忽然出现, 住我的手, 哪怕隔着墨镜, 也依稀能瞧见她红肿的眼, 林小姐, 林小姐,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是我纠缠宋总, 是我痴心妄想还想挽回, 是我不知好歹, 被钱迷了心智,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住您, 求求您, 请您放过我, 是我该死, 宋总她, 现在爱的只有您, 我该死, 求求您放过我吧, 我以后一定安安分分的, 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 林小姐, 林小姐, 求您了, 苏芝此时的哭腔, 才显得真心实意几分, 我看着她眼角滚落的泪, 看着她近乎下跪的姿态, 和惶恐无措的神情, 伸手, 摘掉了她的墨镜, 原本漂亮的杏眼, 如金肿如核桃, 半边脸颊异常红肿, 眼下清黑如大病一场, 如此落魄, 如此可怜, 我抽出一张纸巾, 轻轻擦去她眼角的泪, 苏芝愣愣地看着我, 又摸紧了我的手, 林小姐, 你放过我吧, 我不想再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了, 我只是想, 只是想离婚, 想重新回到娱乐圈, 林小姐, 求求您, 她脸上的泪擦不完, 我抽回手, 笑了笑, 苏小姐, 自己种的苦果, 也该受着才是, 您打我吧, 只要能消气, 什么都好, 林小姐, 求您了, 我知道您恨我, 只要您能消气, 对我做什么都行, 是我不知好歹, 非要破坏您和宋总的感情, 错了, 我温声道, 我不恨你, 我其实从来没有恨过苏芝, 再多再多, 也只是讨厌她而已, 和我有情的不是她, 背叛婚姻的不是她, 罪亏对我的, 也不是她, 从头至尾, 我恨的只是一个人, 到现在, 因果报应, 我爱恨都放下了, 我看着她, 笑了笑, 苏小姐, 下次再私闯民宅, 我会报警的, 送燕州破产那天, 我已经在国外了, 姐姐在机场送我的时候, 还问我, 不留下来看看吗, 我要是你, 就盛装打扮去, 恭贺她破产, 人没了, 钱没了, 最好再气个半死, 下辈子卧床不起, 老了被护工扇嘴巴子, 我对她比了个大拇指, 不愧是你, 林宇笑笑, 可惜我还有事要忙, 太斗盛情相邀, 我拒绝不了, 我笑咪咪的耸耸间, 劳烦姐姐到时候, 帮我送树花, 恭喜她了, 一个月后, 有一通陌生电话, 打到我手机上, 我在沙发上翻了个身, 一直到被设置为手机铃声的歌曲, 唱到最未尾, 我也没有接, 两个小时后, 我姐打来电话, 寒暄两句后道, 宋燕州在找你, 我和她说, 你出国了, 哇, 你知道吗, 我听说她破产后还背了债, 只能变卖家产填补龙, 今天见到她的时候, 我都有点怕她跟我鱼死网破, 我扑哧笑出声, 然后呢, 她只是问了你的行踪, 然后留了一个盒子, 说是给你的, 我没看, 放办公桌抽屉里了, 你回国的时候, 记得提醒我, 我垂下眼, 淡淡应了一声, 岔开话题, 和她聊起其他的事情, 半年后, 我回国, 一直到她公司楼下才告诉她, 秘书送我上楼, 淋雨一见我便有些称怪, 怎么不早点说, 我好去接你, 大忙人, 我不舍得麻烦你, 我玩儿, 把礼物放在她办公桌上, 给你带了礼物, 淋雨接过, 等会我回家跟爸妈一块差, 看你给谁送的最好, 哦, 对了, 她拉开抽屉, 低头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礼盒, 礼盒是丝绒材质, 简单, 却无端透出一股贵气, 送燕舟给你的, 指一眼, 我便明了, 里面放的是什么了, 分开时, 我就把它完毕归照了, 我没接, 只是笑笑, 你帮我卖了吧, 淋雨愣了一下, 拿过盒子, 打开, 我看看, 戒指, 我补充, 结婚戒指, 真是, 淋雨摇摇头, 笑了, 什么都卖了, 独独还留着这个, 不便宜呢, 我道, 卖了之后, 咱俩五五分, 赌物思人, 还以为你会有一点心软呢, 我怂怂间, 毕竟亏欠这段感情的, 又不是我, 淋雨眉开眼笑, 一把搂过我, 走, 姐姐晚上请你吃好吃的, 好, 我们相视一笑, 窗外, 阳光正好, 当我在离婚协议的最后夜, 签下名时, 陈绿岩冰山般的表情, 终于有一丝松动, 你不仔细看下协议内容吗, 我摇了摇头, 刚刚大致扫过时, 我看到归于女方下长治半夜的资产内容, 不必细看, 也知道这些财富, 够我几辈子活了, 我慢慢将协议收起, 递给我的律师, 全程未发一言, 陈绿岩见词, 眉眼间的疑惑更甚, 这是他今年第五次, 与我提出离婚, 前面四次, 都被我果断拒绝, 年少相识, 我便爱慕他, 多年坚持终于换来结果, 我比任何人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婚姻, 也因此, 我偏执地认为, 没有问题可以把我和陈绿岩逼到离婚的地步, 如果有, 也一定是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直到柳依依找到我时, 我才终于恍然大悟, 那是陈绿岩公司一年前来的新人, 大学刚刚毕业, 他曾提及过这个机灵活跃的实习生, 虽然语气平淡, 但我却对他嘴角不自觉扬起的弧度记忆深刻, 此刻想来, 一切有迹可循, 柳依依坐在我的面前, 身穿藕粉色的宽松衣裙, 手一下一下轻浮在微龙的腹部, 随后他拿出运检报告, 告诉我, 我已经怀了阿岩的孩子, 四个月了, 那时的我, 第一反应便是不相信, 拿着报告的手微微颤抖, 但我还是佯装镇定地问起他, 证据呢? 他似乎是预料, 我会不见棺材不落泪, 拿出手机, 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只一眼, 我便深觉头晕目眩, 照片上, 是陈绿岩和柳依依的对镜自拍, 陈绿岩站在他的身后, 下巴抵在柳依依白皙的肩颈, 双手轻浮在他的腹部, 看起来像是一对即将迎接到新生命的幸福夫妇, 他和我说, 你一直不同意离婚, 我不愿看你被蒙在鼓里, 所以还是告诉你吧, 柳依依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温和, 但眼底带着淡淡的嘲讽, 仿佛亲口告诉我真相, 是他大发慈悲的决定, 他抬手拿起咖啡, 慢悠悠地喝了一口, 空气里有一瞬的停滞, 我微红着眼眶, 却始终无法落下泪来, 脑海里不合时宜地, 闪过无数和陈绿岩回忆的画面, 只是在一份报告和一张照片之下, 被粉碎得彻底, 半晌后, 我看向气定神贤的柳依依, 慢慢摘下了手里的婚戒, 放在口袋里, 镶满了钻石的经典婚戒, 是我彻夜和珠宝石沟通设计而来的, 结婚三年, 我从未离手过, 而这一次摘下, 说明了我的态度, 我会同意离婚, 对面的柳依依见我的举动, 眼里闪烁着光, 雀跃的神情在她脸上浮现, 我拿起随身的包, 看着她淡淡倒, 怀孕了, 还是少喝咖啡, 毕竟是要做妈妈的人了, 我知晓他们是什么时候暗通取款的, 大约在十个月前, 我曾前去瓦登地区进行国际救援, 当时的救援任务并不险峻, 国内派遣的救援组织配置齐全, 人员众多, 我去参与这次救援任务除了增加经验, 也是为了通过无国界医生MSF的考核要求, 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 我必定会抓住, 我的曾祖父曾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军医, 他在抗战时期随军出征, 在军队后方抢救过很多战士的生命, 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傲, 更是我自小的向往, 我在幼时便经常听爸爸讲他的故事, 战地救治,不怕牺牲, 医术精湛,服务百姓, 甘于奉献,报效国家, 在血与火的岁月里, 曾祖父在枪林弹雨的战线上救死扶伤, 赤城为民, 用鲜血和生命凝聚红衣精神, 幼小的我, 时常伴着这些世纪入眠, 也在梦中做着成为医生的梦想, 去瓦登地区前, 我曾和陈绿岩说过, 这一次过去可能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他缓缓点头英云, 盈眶眼镜之下的眉眼, 有些担忧地看向我, 对我嘱咐着关于安全的事宜, 我悉数记在心中, 随后, 我从陈绿岩身后贴近他说道, 阿言, 我终于离梦想更进一步了, 他慢慢握住我靠在他肩上的手, 有些轻易地用脸颊蹭了蹭, 轻微的笑声从他嘴里溢出, 他温和说道, 我家苏苏小医生终于要走到更大的世界了, 是啊, 我终于要带着我的毕生所学, 走向外面的世界, 只是陈绿岩, 后来的日子里, 无论我在深夜如何辗转反侧, 我都无法想通, 当我在前线救死扶伤之时, 你为什么会在这期间和别人犊胎暗结, 所以当我风尘仆仆地回来, 疲倦的眼眸里满是初次经历战场的恐惧之时, 你的眼里才会浮现那虽在掩盖, 但还是被我察觉到的嫌弃, 陈绿岩, 你连装都不愿意装, 在随后的日子里以多种理由和我提出离婚, 这些可以是没有感情了, 可以是在一起三年我不积极备孕, 也可以是我工作变动太大, 但那时我都以为是我离开太长时间, 忽视了婚姻冷落了你, 谁知是你选择了最不体面的方式, 背叛了我们相行的十几年, 和陈绿岩约定领离婚证的当天, 我一早就到了民政局, 陈绿岩姗姗来迟, 多日不见, 她眉眼之间有些憔悴, 那日签完离婚协议, 我告知了她, 我已经知晓柳依依怀孕的事, 当时的陈绿岩, 神情震惊, 她语气有些慌乱地问道, 她告诉你的, 我汗手, 言毕, 她久久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似乎想要从我的脸上看到失态, 只是我全程, 都是一副淡淡兴致缺缺的模样, 已经无所谓了, 自然不会有什么失态, 亦或歇斯底里, 随后, 陈绿岩点燃了一支香烟, 烟雾弥漫之间, 陈绿岩让自己的律师 又拟了一份补充协议, 对我的补偿又翻了一倍, 我没有拒绝, 签完名后, 转身离开, 今日领离婚证也是如此, 我只想快速走完程序, 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 我除了心觉有些烦躁, 并无其他, 一一确认之后, 终于办完了离婚证, 只是我身旁的陈绿岩, 今天从出面到现在, 一直心不在焉, 工作人员经常需要反复询问, 才会得到她迟缓的答复, 离开民政局的门口, 下起了大雨, 当我起身离开之时, 陈绿岩叫住了我, 将扶苏, 保重, 我没有回头, 亦没有停顿, 只愿未来前路, 不再相交, 离婚后的第二天, 我启程前往沙尔地区, 这是我通过吴国界医生考核后的首个救援任务, 得知战况后, 我没有任何犹豫地便申请参加, 而国内参与这次救援任务的人不足十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次任务无比险峻, 有可能无法全身回来, 当我随着国际援助组织到来沙尔地区时, 这里已经被轰炸过几次, 漫天的黄沙让人睁不开眼, 不规则的道路旁屹立着沙漠植物, 没走两步路, 便能看到地面上躺倒着四肢残缺的异国人, 甚至很多都是年龄上小的孩子, 与我一同前来的赵宁, 在烈日下猝着眉头, 他有很多次国际援助经验, 所以对成为曼萨夫后第一次行动的我, 多有照应, 前面就是沙尔地区的医院, 会有人来和我们对接, 我点了点头, 占地医院内, 人满为患, 四处都是伤者死者, 周遭也全是凄惨的哭声, 虽然语言不通, 但我们依旧能从他们的神情和语气里得知, 沙尔地区究竟发生了多么惨烈的事情, 这里仿佛人间炼狱, 接待我们的当地医生加赛因, 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 他用英语和我们沟通着当地目前的伤员情况, 以及医院具体配置, 最后他对着我们深深居了一躬, 感谢我们远道而来, 不顾性命之忧选择来到这个满目疮痍的地方, 这天救助了一天的我和赵宁正准备回到住处休息, 却偶遇加赛因医生, 他正努力安慰着一个受害者家属, 起初碰到哭诉的家属, 我都会心觉窒息一般无助, 眼眶寒泪, 每当这时, 我身旁的赵宁就会察觉, 随后宽慰道, 走这样的一条路, 这是必须面对的, 扶苏, 坚强一点, 我抹了抹眼泪, 点头, 同时也在赵宁的督促安抚之下, 渐渐适应了这种氛围, 终于在几天后, 我再次面对这样的场景时, 能够做到控制情绪, 只是红了眼眶, 可是这时, 却突然传来消息, 加赛因医生的儿子被送到了医院的太平间, 他的儿子年仅六岁, 听到消息的加赛因, 慢慢停下劝说的话语, 他面色沉重地呆站在原地, 几分钟后, 终于鼓起勇气去见他死去的儿子, 可在见到那个躺在担架之上, 失去了一条腿的儿子的尸体, 他终是难以忍住, 沉默地捂住自己的脸, 痛哭流涕, 悲痛地难以站立, 最终是一群受害者家属将他搀扶离开, 经过我时, 加赛因伸出手, 抓住我的衣袖, 颤声说道, 舅舅孩子们, 救救我的国家, 就在这时, 我从刚刚就耿在喉咙之间的哭声, 终于爆发, 巨大的悲痛之下, 我渐渐意识模糊, 恍惚之间, 我好似也成为这个国家, 失去亲人的千千万万难民一般, 生不如死, 我哭着问全身颤抖的赵宁道, 他救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就不回自己的亲人? 赵宁没有回答我, 但我知道他比我更能感同身受, 因为他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赵宁站在我的身旁, 一边叹气, 一边流泪, 那时的我们都以为, 如果这段经历是本书, 这已经是最苦的章节, 只是没想到第二天, 国内的第三批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抵达, 我和赵宁接到指示, 到现场一起协助物资分发, 当我们将全部物品分发完毕, 准备回医院的路上时, 却听见距离我们不远的沙尔站第一院方向, 传来多声轰炸, 我慢慢握紧车上的手把, 有些惊恐地看向赵宁, 医院, 不会被, 可还未等他回应, 附近爆炸处炸开的一块巨石, 迅速朝着我们车的方向砸来, 碰一阵剧烈的撞击之下, 我渐渐失去意识, 在我陷入昏迷的最后一刻, 我看到手机里有人打来电话, 最后一个字似乎是, 言,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按下接听, 随后便不省人事, 我清醒之时, 已经是第二天傍晚, 手背上还在输液, 我睁开双眼, 想要微微挪动身体, 却只感到四肢的麻木与酸痛, 这时, 我才发现身旁坐着一个瘦小的, 皮肤有黑的沙尔小男孩, 他们一双澄澈稚嫩的眼眸, 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 直到确认我真的清醒时, 他随即露出雀跃的笑容, 飞奔出帐篷外, 嘴里还叫喊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不多时, 他带着一名华人医生走了进来, 医生李岸对我的身体状态, 粗略做了检查, 确认我没有大碍后, 我也慢慢回忆起昨天的那场轰炸, 我慌乱无措地紧紧抓住李岸的手, 医生, 沙尔战第一院怎么样? 我昨天听到那个方向有轰炸声, 是我听错了对不对? 李岸的神情慢慢变得沉重, 他摇了摇头, 陷入沉默, 听到这里, 我紧抓着李岸的手, 渐渐松掉, 他没有回应一句, 我却已经知晓了那个最坏的结果, 沙尔战第一院, 被炸毁了, 此时我的脑海里不知为何, 突然回忆起在那里见过的无助, 却又带着希望的受害者家属, 慈祥和蔼的加塞因医生, 成群康复的孩子们的笑声, 以及来自全世界各地带着共同目标的医生护士们, 我们好像做到了什么,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留下, 这一刻, 我第一次质疑起了我作为无国界医生的意义, 如果我们的奔波, 以及我们的生命是这般容易被摧毁的, 那是不是代表着, 无论行为之上所依托的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在战火之中, 也会被炮弹轰炸的只剩灰烬, 变得像尘埃一般, 一文不值, 李岸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和思索, 我麻木地看向他, 江小姐, 这里是沙尔地区华人的临时救助点, 五公里外就是伊鲁国驻华大使馆, 我们接到通知, 那里有你的家属正在等待, 伊鲁国与沙尔地区接壤, 有许多沙尔地区难民想要前往伊鲁国避难, 但几乎都遭到拒绝, 也因此有大量难民集中在这个交界处, 本是同根生的民众, 却为了自保, 只能清醒地看着沙尔地区人民被无情杀戮, 江小姐, 如果您需要前往大使馆, 我会派车带你过去, 我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随后抬眼看了看四周, 却好似没有看见赵宁的身影, 他昨天和我在一辆车上, 理所应当也和我在一块治疗, 怎么会更大的不安在我心里涌起, 李医生, 赵宁呢? 李安微微醋了醋眉头, 似乎是对赵宁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思索片刻后, 他仿佛想起什么, 反应道, 赵宁医生是那个短发的女医生吧? 他早上就醒过来了, 已经到附近的难民营进行救助了, 听到赵宁没事时, 我心里终于缓过一口气, 这是我唯一剩下的慰藉, 虽然相识不久, 但在我眼里, 它是我在这个纷飞战场上仅有的依靠, 也是有它的存在, 我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坚持下去。 好的, 那李医生, 如果你看到赵宁的话, 可以帮我和他说一句, 我会马上和他会合的。 李岸听了我的请求, 没有犹豫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留下一些药物给我, 并叮嘱我在这种环境下, 一定要按时补充水分。 我点了点头, 感谢了李岸的帮助。 帐篷内归于平静时, 我才慢慢想起, 刚刚李岸说, 有家属在大使馆等我, 会是谁? 这时, 我脑海里突然回忆起 昨天失去意识前的那通电话, 是陈绿炎打来的。 是他吗? 不可能, 他现在估计是在准备和柳依依的婚事, 怎么可能会跑过来找我? 我有些晦气地抬起手, 想要去端桌上的水杯。 这时, 刚刚那个小萝卜头站起身, 帮我把水杯递了过来。 他身上穿着米奇图案的小短袖, 从刚刚就一直坐在我的身旁, 应该是为了留下来照顾我。 小萝卜头的米奇短袖虽然有些许脏污, 但穿在他身上还是显得稚气可爱。 我用英语询问他的名字, 他似懂非懂地低下了头, 随后奶声奶气地回应道, 哈迈。 我伸出手摸了摸哈迈的头, 从刚刚李医生留下来的包裹里, 拿出一个苹果递给了他。 哈迈抬眸看了看我, 如黑钥匙般的瞳孔露出有些怯懦的神情。 他有些犹豫, 但我还是硬塞在了他的手里。 这是苹果, 在中国有着平安的美好含义。 哈迈一动不动地盯着苹果, 用衣摆擦了擦, 却没有立即吃掉, 而是放在了口袋里。 我问他为什么不吃。 哈迈沉默片刻后, 用灵星的几句英语告诉我, 他想留给妈妈吃。 我笑了笑, 真是个孝顺的小孩子。 随后我慢慢起身, 走下床, 想要到外面看看情况。 傍晚时分, 天空之上已经看不见太阳, 只有和往日一样 弥漫在不高处的黄沙映入眼帘。 几顶帐篷之上 都屹立着中国国旗。 随着风慢慢飘动, 我眺望远方, 看到了几处难民营。 赵宁应该就是在那里救助。 小萝卜头哈迈也若有所思地 看向难民营的方向。 看着像小大人一样 愁容满面的他, 我突然有了些许 逗乐他的想法。 我慢慢蹲下身子, 与他平视, 问道, 哈迈,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哈迈听到后, 转头看向我, 他似乎是在思索话里的含义。 不多时, 他的脸上突然扬起 有些苦涩的笑容。 正当我以为 他会给出环游世界, 挣大钱, 买个大房子等等 寻常回答时, 他却吐露了一个我 万万没有想到的答复, 在沙尔的孩子 是长不大的。 听到这里, 我想要帮他整理一百的手, 慢慢停住。 笑容也在此刻 被生生抑制住。 我的鼻尖 瞬间泛起一股酸涩。 我沉默地看向 面前这个生于战火, 长于战火的孩童。 不过五岁的年纪, 他却比一个老人 都更清楚自己的命运。 他说, 他长不大。 我艰难地扯出一个 安抚的笑容, 像是对待孩童戏言 一般地回应道, 不会的哈迈, 你会长大的。 你长大后, 可以来中国, 我会带你走遍 那个美丽的东方国度。 哈迈的神情 终于在我提及中国之时, 变得轻松。 他说, 他听妈妈说过, 中国有可爱憨厚的熊猫, 有世界最伟大最长的城墙, 还有好吃的火锅烤鸭, 那些他都没有见识过, 他想去看看。 我点了点头, 拉出他的小拇指, 与我的小拇指交叠, 我与哈迈拉钩。 在中国, 这代表两个人 立好了约定。 食言的那个人 是要受到惩罚的。 哈迈用稚气的 同音学着我的话, 脸上带着兴奋的神情 与我立下约定。 那时的我, 总以为战火终将结束, 而已经失去过多的我们, 不会再有什么可以失去。 来到大使馆时, 我看见了正在会客室 焦急等待的爸妈, 以及陈绿妍。 他还真的来了。 爸妈满脸愁容地 坐在沙发上, 微肿着双眼的二老 终于在看到我的那刻, 松下了神情。 母亲哽咽地抱住我, 嘴里喃喃道, 苏苏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本想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避免他们因为我的脆弱 而更加担忧。 但饶氏忍了一路, 还是在此刻看到爸妈的脸庞而落泪。 苏苏, 这里太危险了, 听爸妈的话, 跟我们回去。 听到这里, 我心里的胆怯和恐惧 突然达到了顶峰。 在我想要退缩而点头答应的前一刻, 我忽然想起了哈迈在我临别时的神情, 以及那个在他口袋里 鼓鼓囊囊藏着的苹果。 想回去的念头被我在此刻止住, 离开, 还不是时候, 因为子弹还没有变成白鸽。 没事的妈, 我接下来不会去战场那边救助。 我们团队就在不远处的难民营里 帮助难民,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听到这里的母亲, 神情依旧没有轻松, 但她见我不容智慧的语气时, 终究是没有继续劝慰下去, 只是她转移话题般 把我拉到陈绿岩的面前。 想要通过陈绿岩, 让我有一丝犹豫。 毕竟两方父母都清楚, 我虽然倔得很, 但是唯独最听陈绿岩的话。 那年我铁了心, 想要在疫情最初期 前往武汉救助时, 所有人劝说都无果。 最终, 还是陈绿岩出马, 将我劝下。 只是时至今日, 以今非昔比。 我不再会听取她的任何话语, 我看着似乎还被蒙在鼓里的爸妈。 想来, 我和陈绿岩也很默契的, 都还没有告诉双方父母, 我们已经离婚的事。 带走到她面前, 我才看清她的面庞。 大概两周不见, 陈绿岩满目血丝, 眼底也是一片乌青。 最注重外表的她, 此刻竟然下巴冒出了不少胡须, 却都没有打理。 蓝色的条纹衬衫灵口凌乱, 西装满目之下, 也都是褶皱。 苏苏, 听爸妈的, 我们回去吧。 我摇了摇头, 目光平静地看向她。 虽然我没有打算此刻告诉父母, 我们已经离婚的事实, 但不是因为对她还有情分, 是我不想让远道而来的父母 在遭受打击。 陈绿岩见我的态度冷漠坚决, 有些颓唐地垂下了头, 她似乎也知晓, 今时的她是无法让我有任何动摇的。 片刻后, 陈绿岩像是做了什么重要的决定。 她抬起头, 对爸妈信誓旦旦道, 爸妈, 我带苏苏到外面再劝劝, 你们不用担心。 如果苏苏一定要留下, 我也会跟着留下保证她的安全。 听到这番话时, 说不吃惊是假, 但更多是心觉她虚伪。 走到大使馆外侧后, 我终是忍不住开口嘲讽道, 陈绿岩, 什么时候这么深情了? 放着柳依依肚子里的孩子不要, 在这打算跟我一块赴死吗? 她没有开口回应, 只是定定地注视着我。 眼里的动容和愧疚, 让我有些作呕。 我拜托你别这样看着我, 可不知我这话是挑起了她的哪根神经。 陈绿岩红着鼻尖, 哽咽地终于开口说道, 她没有回应我的问题, 只是自顾自地吐露着, 你怎么能一个人来到这么危险的地方? 江福苏, 你知不知道, 那天你电话接通后, 没有回应, 电话那头传来的全都是轰炸声, 我真的以为你没命了, 说到这里, 陈绿岩深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慢慢走到一旁, 她背过身子, 手腕一下又一下地抹在眼角, 我眼一下都没合, 立即办理手续到这来, 苏苏, 跟我回去, 只要你愿意和我回去, 我什么都会答应你, 伊鲁国地中海气候的秋天夜晚, 气温虽还算适宜, 但风吹过时, 终究还是有些凉, 说起来, 在三年前, 我和陈绿岩好似也来过伊鲁国游玩, 那时, 新婚蜜月的我们走过了大半个亚欧大陆, 也是在这样的秋夜里, 她曾揽着我说道, 地中海气候真是舒适, 以后可以每年抽个半个月, 带着孩子来这里度假, 只是, 这些誓言早随着这风散去了, 我看着面前这个身形奇长, 面容憔悴, 却掩不住清俊的深情男人, 终是倾笑出声, 如果我让柳依依把孩子留掉呢? 听到这里, 陈绿岩的神情一致, 随后面露难色, 有些纠结, 她似乎也没有想过, 我会提出这个要求, 半晌后, 她终是抬头给予我回复, 可以, 我会让她把孩子留掉, 那你必须现在和我回国, 听到这, 我耻笑的意味更深, 我抬起手腕, 慢慢理顺长发, 在陈绿岩有些疑惑的表情下开口道, 陈绿岩, 你到底爱谁? 你说你如果爱我, 却又一年内和我提五次离婚, 最后还背叛我, 你说你爱柳依依, 却为了我, 愿意让她留掉孩子, 你是在你的人设里, 入戏太深了吧, 我倒劝你不如直接做个恶人, 我在她越来越难堪的神色中, 继续说道, 我是不会和你回去的, 这里还有我能做的事, 至于你要不要留下, 是你自己的, 大使馆不远的轰炸声, 将我们的对话打断, 我一下收敛了所有思绪, 慌张地跑到高处, 看向火光所在, 那个位置距离这里不远, 而且大概方位就是交界处的难民营, 我的心沉了又沉, 赵宁, 还在那里, 我再也没有心思和陈绿岩继续争吵, 恐慌又一次席卷我的脑海, 我颤抖地拉住陈绿岩的西装衣摆, 陈绿岩, 你不是说我提什么要求, 你都答应吗? 那我不要柳依依留掉孩子了, 你们要在一起就在一起吧, 我只要求你, 现在带我去难民营, 陈绿岩有些惊讶于我态度转变这么快, 但回过神来, 他顿时被气笑了, 陈绿岩愤怒地开口道, 江福苏, 你不要命了, 你就这么急着去送死吗? 你知道现在过去意味着什么吗? 一位天王老子来了你都活不下去, 你已经差点死过一次了, 江福苏, 我求你别再, 陈绿岩的怒火并没有劝退我, 他的语气越来越弱, 直到最后激进再次哽咽, 此刻的我却置若罔闻, 我抬头看向那处的轰炸依旧没有停歇, 火光晃着我的双眼几乎睁不开, 不安敢再次袭来, 我浑身颤抖得像个筛子, 但依然没有迟疑地回过头看向陈绿岩, 你不愿带我去也没事, 我会自己想办法, 说完, 我便抬脚走进大使馆, 打算去询问有没有车辆, 工作人员和我说道, 有车辆, 但目前司机都已经下班了, 他劝告道, 沙尔难民营目前在遭受轰炸, 情况难辨, 为了人身安全, 最好不要前往, 事实也的确如此, 因为当陈绿岩屈从我的要求, 带着我来到边界处时, 却发现陆早已被拦堵, 我们在那里等了一夜, 风沙过耳, 轰炸声已经停歇, 但路口依旧不通, 满身疲惫的我, 寻了一处僻静的墙下蹲坐在那里, 陈绿岩在我的身旁坐下, 他慢慢摘下自己的银矿眼镜, 用衬衫衣角擦拭, 随后将西装外套脱下, 盖在我的身上, 你明天就离开吧, 待在一鲁国, 起码是安全的, 我对着陈绿岩劝说道, 他没有回应, 只是抬头看向夜空, 空旷沙地之上的繁星, 璀璨夺目, 好似距离我们不过百米之远, 像是画卷一样铺展开来, 上一次看到这样的繁星, 似乎是在我们初中的时候, 那时也是你陪在我身边, 陈绿岩的语气平静, 目光之中带着眷恋, 那段记忆我知晓, 我和陈绿岩是从一个农村走出来, 初中我们便是同学, 周末从乡镇回农村时, 我们经常一同搭伙回去, 周五的夜晚总要走一段山路, 那时的夜空也如此刻一般, 繁星璀璨, 有着和破败村落对比强烈的盛大, 只是后来我和他都从农村走到了大城市, 繁华的都市理应由繁星点缀, 但那时却只剩灰蒙蒙的夜空, 一如我和他, 本已经过上不再拮据的生活, 理应更加圆满, 却变得破烂不堪, 陈绿岩的目光从夜空停留在我身上, 我没有躲闪, 冷漠的回事, 他眼里的悔恨与愧疚, 在此刻清晰可见, 苏苏, 我不会回去, 无论是死是活, 你不领情觉得我虚伪也罢, 这段路我都想陪你走下去, 陈绿岩说得诚恳, 我没有怀疑他这句话的真假, 只是收回目光, 不做回应, 随他吧, 生死边缘试探的道路, 能为此负责只有自己, 随后有些困意的我, 将脸庞埋在膝盖之间, 不多时便陷入沉睡, 第二天中午之时, 道路开放了, 但从伊鲁国去往沙尔地区的人几乎没有, 大多都是沙尔地区略有权势财富的人, 逃亡伊鲁国, 沙尔地区的难民营离得不远, 大概五分钟后, 我便看到了几片废墟, 黄沙漫天, 烈日却当头, 废墟之上, 有些许幸存的难民在徒手挖掘着乱石, 他们有的神情麻木, 有的悲痛欲绝, 哭喊声之下, 断臂残肢随处可见, 这样的场景在沙尔战地医院, 我已经见惯了, 但虽说见惯, 情绪倒还可以对此做出反应, 可是现如今, 我竟有些呆滞了, 呆滞得像是个麻木的旁观者, 以至于有一个中年难民朝着我的方向冲过来, 想要抢夺我的背包时, 我都没能反应, 一阵推嗓之下, 陈绿炎拦住了他, 难民见抢夺不成, 缓缓地跪倒在我们面前, 一遍又一遍碎念着什么, 大意是求我们可以分些水和吃食, 他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个躺在地上的孩童, 我明了他的恳求, 是以陈绿炎分他一瓶水和面包, 陈绿炎猝了猝眉头, 有些无奈地照做, 他都想抢你的东西, 你还愿意分给他, 我将背包里剩余的吃食收好, 回应道, 我知道这些只够两三个人的份, 但如果这时和难民起了争执, 引来更多的人, 只会让这些吃食被瓜分得一点不剩, 还会有麻烦, 我们现在就去别处, 找到赵宁要紧, 我们围着难民营废墟四周走了一圈, 终于在靠东的那片废墟旁, 看到了还在救助难民的赵宁, 太好了, 他还活着, 赵宁身上有几处简单的伤口包扎, 他面容有些苍白, 大约是已经工作了许久, 赵宁, 我来了, 听闻声音的他, 停下手里的动作, 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先是一愣, 随后露出和往日一样的微笑, 这笑容, 一般都是用来安抚我的, 你休息一会吧, 接下来的先交给我, 我慢慢走向赵宁的位置, 眼神落在伤员的伤情上, 赵宁点了点头, 没有言语, 他起身时, 我将手里的矿泉水递给了他, 赵宁缓缓摘下手套时, 我看见他的手心满是老茧和伤口, 擦过我手腕的瞬间, 竟还流下了血迹, 一瓶矿泉水他一饮而尽, 汗水随着他的脖梗慢慢滑落, 之后他盘坐在我的身旁, 低头沉思, 偶尔抬头看向我的动作, 当我处理好今日的最后一个伤员时, 已是四个小时后, 此刻, 赵宁看向远处没入沙地地平线的落日, 对着正在做消毒的我, 说道, 江浮苏, 浮苏, 复苏, 他反复默念我的名字, 语气温柔, 又带着些许思索, 最后, 赵宁对着我玩耳一笑, 他恍然道, 浮苏, 你听你的名字, 你果然生来就是为了做医生的, 所以, 一定要坚持下去, 听到这里, 我有些不明所以, 但仍旧点了点头, 医生一直, 已经是我认定的事业, 不出意外, 我必定会为此奉献一生, 当救助的工作告一段落之时, 我和赵宁起身, 准备去寻找一处位置休息, 这时, 一直在不远处等待的陈绿炎, 也跟了上来, 一个下午, 我不清楚他去做了什么, 只是手指的几处残破伤口, 告知了答案, 我回过神, 挽着赵宁的手臂, 将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 随后感叹道, 你还活着就好, 昨天看到难民营处被轰炸, 我真的很担心, 不过幸好, 我嘴角微微弯起, 笑意见深, 语气也从担心变得欣喜, 时而复得的喜悦, 终是挥去了我心里这几日的阴霾, 赵宁伸出旁侧的手, 摸了摸我的头, 是以安抚, 而在这时, 我的脚突然踢到了什么, 他滚出了机米, 停下, 我有些疑惑地靠近, 借着落日的余晖, 慢慢看清, 是一个苹果, 苹果表皮满是灰尘, 缺口之处也已被氧化成褐色, 我慢慢地捡起苹果, 用一摆将其擦拭, 随着动作, 脑里的一根弦渐渐收紧, 不知为何, 明明未有一丝暖意, 我的额尖却流下了汗水, 背后一阵凉意, 我的目光扫视着苹果周围的乱石, 终于在一片乱石间隙之中, 借着手电筒的光, 看到那熟悉的米奇图案, 哈迈, 大脑在此刻一片空白,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将苹果扔给赵宁, 随后像一个疯子一般, 不顾一切扑向了那片乱石堆, 憋倒了也不自知地爬起, 不会的, 不会的, 汗水流进眼里, 混着泪水滑落, 我乌叶地说不清话, 耳朵里也听不清任何声音, 陈绿岩和赵宁在我身后的问话, 被我自动过滤, 怎么了, 这个孩子是谁呀, 我没有回应, 只是浑身颤抖, 一股脑地挖着乱石, 疯狂地, 又像是本能驱动的, 回过神时, 指尖早已满是伤口, 鲜血淋漓之下, 我终于, 将哈迈挖了出来, 哈迈的身体早已冰冷, 身为一个医生,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脱下身上的外套, 轻轻盖在哈迈身上, 随后将哈迈缓缓抱起, 五岁的小萝卜头, 像个小大人一样的小萝卜头, 为何, 这么轻呢? 沙尔的孩子, 是长不大的, 我的脑海里, 突然浮现哈迈的这句话, 他像是一个咒语一般, 久久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以至于, 我每触及一次沙尔冰冷的皮肤, 便会反复一句, 天色渐暗, 我脚步虚浮, 沿着路慢慢走着, 走了几百米, 终于寻得一处僻静的角落, 随后, 我用碎石挖了一处, 将哈迈轻轻放了进去, 掩埋之后, 只剩一个小小的土堆, 我翻开背包, 从包里拿出两个干净的苹果, 放在小土堆前, 哈迈, 这次有两个苹果, 你不用都留给妈妈了, 你也吃一个, 初步判断, 是患上了较为严重的创伤后, 应激综合症, 当我第九次深夜被噩梦惊醒, 恐慌失序, 第无数次脑内反复出现轰炸和战后景象, 并反映过度时, 李岸对着陈绿岩这般说道, 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情绪调节能力, 需要尽快接受心理干预, 当见到哈迈尸体的那一刻, 我脑海里那根紧绷的弦终于生生断掉了, 自一个月前, 离婚后来到沙尔地区, 所积攒的无数压力和隐忍在深处的恐慌, 终是喷涌而出, 我对着前来看望我的赵宁问道, 我是不是像个逃兵, 赵宁摇了摇头, 将手慢慢附在我的手心之上, 他轻声劝慰道, 语气里带着一丝疲倦, 他好似很累, 扶苏, 我成为无国界医生, 已经到了第四个年头, 即便是我, 这次也是我经历过的最残酷的一场战争, 没有之一, 所以你第一次参与救助行动, 碰见这个情况有这样的表现, 已经是不易, 我垂下眉眼, 慢慢握紧赵宁的手, 陈绿岩已经订好了回国的机票, 我这样失去救治能力的医生, 待在这里, 除了占用资源, 没有任何用处, 救援队伍也已经对我发出了劝告, 赵宁见我面容冷淡, 继续宽慰我道, 不用难过扶苏, 你在国内等我, 我回去了之后, 咱们一块去旅游, 放松一下, 这里的一切都先交给我吧, 看着他强打着精神鼓励我的模样, 我终于慢慢做出反应, 点了点头, 回国后, 为了治疗战后创伤应激综合征, 我开始接受了经如此刺激和脑电治疗, 因为长期接受这两项治疗, 我的记忆开始减退, 成日的昏睡时间渐长, 每日醒来, 我都会看见陈绿炎站在我病房的窗户前, 他变了很多, 因为到沙尔地区的经历, 让他眼底的浮躁沉了下去, 每每目光焦急, 我都会看见他眼底的悔恨眷恋交织, 他想要对我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几乎每一次, 我都会告知他让他不要再来了, 但他似乎像是没听到般, 没有一日错过, 一日初秋傍晚, 我正在小气, 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在争吵, 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哭闹, 陈绿炎, 我已经依了你的意思拿掉了孩子, 你为什么还要和我分手, 我可以不做陈太太, 你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就行, 我是真的爱你柳依依的声音, 回荡在走廊之上, 我很想提醒他们, 医院里不要吵闹, 是不是因为那个江福苏, 这个该死的女人, 都是她害死我的孩子, 是不是她因魂不散纠缠你, 我这就去弄死她, 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听到这里, 我有些头疼地扶了扶额, 这个陈绿炎招惹的都是什么疯子啊, 正当我想要下床, 出去叫停他们扰人的争吵时, 门外传来陈绿炎的呵斥声, 够了, 错在我身上, 不要提及苏苏, 我已经给了你一些补偿,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如果敢伤害她, 别怪我, 她的语气冰冷, 不容智慧, 甚至带着明显的威胁意味, 柳依依的哭闹, 在这一刻瞬间噤声, 半晌后, 陈绿炎回到病房时, 我正看着电视里的新闻报道, 陈绿炎, 我再说一次, 你以后不用来了, 我不会回头的, 永远, 陈绿炎置若网闻, 她拿起我的杯子, 想要为我倒一杯水, 我一把夺过, 将杯子狠狠摔在地上,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让你滚, 不明白吗? 杯子的碎片散了一地, 我怒视着陈绿炎, 眼里的恨意, 没有一丝遮掩, 她想要捡起碎片的动作, 忽然停滞, 随后抬眸慢慢看向我, 陈绿炎的眼眶之中, 有些许湿润, 她的目光之中有委屈, 有痛苦, 也有绝望, 但她始终未发一言, 高大的身躯就蹲在我的脚边, 继续徒手捡着碎片, 正当我想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新闻开始报道沙尔地区的战况, 联合国大会高票通过沙尔地区相关决议, 130票赞成, 4票反对, 草案呼吁立即实行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 立即向整个沙尔地带的平民提供基本物资和服务, 我的目光渐渐被报道吸引, 战争持续到今日, 已有两个月, 国际社会终于在近日开始介入, 赵宁应该也快可以回国了, 他一周前还发来消息和我报了平安, 陈绿岩的视线也被电视所吸引, 他见我情绪有所缓和, 随后轻声开口道, 对不起苏苏, 我之前有愧于你, 去过沙尔一次后, 我也确实反思了很多, 我不再奢求你会原谅, 但希望你康复之前, 不要排斥我的帮助, 我原本有些缓和的心情, 在听到陈绿岩的话后再次跌落谷底, 我不做回应, 只是指了指门外, 让他离开, 在沙尔地区与列勒国两方人道主义休战后不久, 列勒国因国际社会极大的道德谴责, 和负面的政治影响力, 开始逐步停止了对沙尔地区的冲突侵犯, 终于在两个月后, 两方停止了战争, 而我的病情也在最近得到了有效控制干预, 出院后, 只需隔天去到医院进行治疗, 这一天早间, 我正在家中做着早饭, 电视里播放着新闻, 国际新闻板块开始报道沙尔地区的战后恢复, 看到难民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渐渐露出笑容, 我的心情也十分的好, 正当我拿着猫粮准备投喂家里的银件层时, 新闻主持人略带沉痛的波音枪传来, 沙尔与烈乐冲突中, 我国有多名国际救援组织成员前往战地进行救助, 展现大国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难民彻夜逃离战火时, 有一群中国人, 义无反顾地闯进死神的领地, 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不间断的武装冲突, 更是极其脆弱的医疗系统, 其中, 李岸同志, 赵宁同志, 刘浩同志不幸在救援过程中牺牲, 碰灯, 猫咪的陶瓷碗在我双手的失利之下, 摔得粉碎, 我看向电视屏幕里, 赵宁的黑白头像, 他的背后是这样一句话, 吴国界医生, 行走在地狱里的一束光, 双目渐渐看不清眼前的景象, 耳边是猫咪蹭在我脚旁的猫叫, 我却做不出反应, 脑部的剧烈疼痛让我得意识渐渐丧失, 我突然感受不到赵宁牺牲的真切感, 李英当的悲痛欲绝, 可是, 我心里却满是离开时, 他对我说的那句, 回来后一块去放松旅游, 只是赵宁, 这件事, 我们好似是办不成了, 就在这时, 闹钟响起, 我缓和了好一会, 才想起, 距离我预约医生的时间还剩半小时, 或许我此刻应该休息, 但我不想, 我应该赶紧治疗好后, 就可以和赵宁一块出去旅游, 我最后的一丝理智丧失, 我摸着钥匙出门, 脑子里自始至终只有那句, 赵宁, 我等你回来, 一声急刹车之下, 我的意识终于有些清醒, 可在这个瞬间, 突然一股外力将我狠狠推开, 我的脑袋着地, 似乎有血液流出, 视线渐渐消失,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或许这样也好, 当我再度睁眼时, 耳边有几声微弱的唾气声, 苏苏, 你终于醒了, 是我的父母, 还是让他们担心了, 他们的眼睛红肿, 似乎是哭了很长时间, 我皱了皱眉头, 头部依旧传来剧烈的疼痛, 让我的视线模糊, 苏苏, 绿岩还在ICU里, 他为了救你, 被车撞了, 受了很重的伤, 我神情麻木, 没有做出反应, 原来当时的那股外力, 使他推开了我, 感恩吗? 还好吧, 我甚至对他没有任何情绪, 只是心里反反复复想着的还是, 赵宁, 医生说, 我的病情比最开始的时候, 更加严重了, 需要再次长期地进行治疗, 不然不要说工作了, 正常生活都很困难, 至于再次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 几乎是无稽之谈, 抱歉赵宁, 我可能没法坚持下去了, 大概三个月后, 我的病房里, 来了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和一个小女孩, 妇女怯懦地拉着小女孩, 神情有些躲闪纠结地询问道, 请问你是赵宁的朋友, 江福苏吗? 我目光停留在小女孩身上, 她的眉眼似乎有些熟悉, 是的, 妇女有些惊喜, 她随即开口道, 江小姐, 这是赵宁的女儿, 赵于安。 赵宁走后, 我们几个亲戚商量了很久, 不知谁来照顾她, 因为我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 实在是没有余力照顾这么个孩子, 所以想问您赵于安,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赵宁的孩子, 好的, 我来收养她, 未等中年妇女的话说完, 我便硬了下来, 她的孩子, 我自然愿意养, 赵于安的出现让我的情况好了很多, 细看之下, 她的五官像极了赵宁, 就连性子也有几分赵宁的洒脱豁达, 大致康复后, 我带着赵于安搬去了另一个海滨城市, 医生说, 当陌生的环境静养, 会更有利于我的状态, 于是在海边的一座别墅里, 我安了家, 与陈绿妍离婚分得的财产, 足够我和赵于安一辈子衣食无忧, 后来的某一天, 我在他人口里得知, 当时那场车祸, 陈绿妍为了保护我, 受了很重的伤, 即便人命救了回来, 却也落下了残疾, 医生只能在轮椅上渡过, 而那时的赵氏司机, 不知是不是巧合, 正是柳一一, 最后, 柳一一因为蓄意谋杀, 未遂罪责, 前日刚刚被判处, 无期徒刑, 没有想到, 当时柳一一在病房外的风言风语, 她竟真敢去做, 我有些唏嘘地摸了摸坐在我身旁, 看着动画片的赵于安, 她抬头看了看我, 英气的眉眼里带着一丝困惑, 你好像你妈妈, 赵于安点了点头, 将脑袋埋在我的膝间, 她有些犯困地说道, 蒋阿姨, 我还想听妈妈的故事, 你快继续和我讲讲, 我听着赵于安乃离乃气的声音, 嘴角慢慢扬起, 她似乎很喜欢听这些故事, 也很向往, 你的妈妈呀, 第一次参与无国界海外志愿工作, 是去到了蒙罗亚, 那里的刚刚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内战,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你的妈妈曾告诉我, 当时那里的孩子出生都是按生日起名, 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只有活过一周的孩子, 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大概一年后, 她又去到了霍斯汉大约半小时后, 赵于安传来均匀的鼻息, 她已经入睡, 昏黄的灯光之下, 阳台处传来海浪的声音, 我将赵宁的行医事迹作为睡前故事, 常日说给赵于安听, 我告诉她, 她的妈妈是一个英雄, 她虽然没能陪着你, 可能不是个称职的妈妈, 但她是一个伟大的医生, 一个走向世界的, 来自中国的无国界医生, 海浪生下, 我的睡意也渐渐起来, 恍惚之中, 这里的一切又好似回到了年少之时, 那时, 我也是这般在昏暗的烛光之下, 听着父亲说起曾祖父抗战时期, 从军当红衣的那些事迹, 他将梦想传递给了我, 而如今, 我也想将白鸽飞满世界的梦想传下去, 两年后, 沙尔地区在原有的国土之上, 重新建立新的国度, 沙尔国, 这长达多年来之不易的和平, 终于降临于此, 后来在赵鱼安上三年级的那个暑假, 我带他去北京旅游了一趟, 这天下午, 我正和赵鱼安爬长城时, 突然有个小朋友拉住我的手, 我回头看过去, 是一个异国小男孩, 大概五六岁的年纪, 他如黑钥匙般的瞳孔, 莫名让我心下一致, 男孩的手里拿着两面小旗子, 一面是中国国旗, 一面是沙尔国国旗, 男孩乃里乃气地用英文问道, 可以帮我和妈妈拍张照片吗? 差时, 我的鼻尖一阵酸涩, 我点了点头, 蹲下身去, 帮助眼前这个沙尔国小男孩和他的妈妈拍了几张照, 以此留念, 这一刻, 我突然想起了好多年前, 口袋里鼓鼓囊囊塞着苹果的沙尔小男孩, 他叫哈迈, 他曾与我约定过, 要来中国看, 这世界上最伟大最长的城墙。